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带您到中东地区 叙利亚人权活动人士星期天说 被认为是俄罗斯战机发动的空袭 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炸死18人 炸伤40人 有消息说 炸弹击中了一个繁忙的市场 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亮望台说 空袭地点距离土耳其边境大约20公里 那个地区在一些伊斯兰武装的控制之下 包括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支持叙利亚人民圣战者阵线 但是伊斯兰国组织基本不在那里活动 土耳其星期天说 他们将把被击落的俄罗斯飞行员的尸体交还给俄罗斯 俄罗斯的一架苏两次战机 11月24日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地区被土耳其击落 两名飞行员弹射跳伞 其中一名飞行员在跳伞降落的过程中 遭叙利亚境内武装分子从地面的枪击而身亡 此外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下令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 制裁包括限制土耳其向俄罗斯出口一些产品 禁止延长在俄罗斯工作的土耳其人的合同 限制在俄罗斯的土耳其公司的业务等等 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就克罗拉多州一个公共医疗设施 遭受的枪击案发表声明 强调绝不能让枪支暴力蔓延下去 一名名叫罗伯特·路易斯·迪尔的57岁男子 星期五五间的时候 持枪袭击了克罗拉多州的一个诊所 并造成三人死亡 该诊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当中 包括为去到那里希望进行人工流产的孕妇 提供手术措施 美国一些人主张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当进行人工流产 但也有很多民众都认为 这是妇女的个人选择 大批各国官员和媒体记者 在高警戒状态下陆续抵达巴黎 出席星期一召开的国际气候变化大会 由于两个多星期前巴黎发生造成13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 有关当局明显地加强了安保戒备 将有140多位各国领导人出席此次峰会 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星期天将巴黎近郊颇为壮观的 布尔西会展中心的钥匙 交给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 象征着作为这次大会会址的会展中心 已经正式由联合国接管 这是第一次几乎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参与的一次盛会 今年到目前为止 在195个国家里已经有183个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计划 为在巴黎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星期一召开前夕 从悉尼 东京 香港到伦敦 马德里 全球数十个城市这个周末接连举行大游行 向巴黎气候峰会施压 以期这次大会能够达成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协议 巴黎原定本周末举行的气候大游行 因11月13日发生的导致130人遇难的恐怖袭击 而取消 活动人士在巴黎共和国广场放置成千上万双鞋 以象征对巴黎峰会的期待 环境活动人士警告说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已面临特大暴风 持续干旱 海平面上升的严重环境生态威胁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全球要闻 我是海涛 您正在收看VOA卫视 澳巴马总统将台湾列为反恐盟友 伊斯兰国宣传影片随即点名台湾 国台办呼吁两岸加强反恐合作 由解放军背景的财团打算收购台湾东森电视 阿里巴巴集团也在洽购香港南华早报 红色资本是否大局渗透海外媒体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11月2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 聚焦两岸参与全球反恐行动的机会与挑战 下半场只要带您关注台湾媒体的新买家 是不是真的有解放军的背景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 是践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 严建发严教授来到节目当中 严教授您好 博弈 东宁 沈先生 听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 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 谢谢博弈 也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在华盛顿美国之间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 是资深媒体评论员沈彤先生 沈先生曾经担任中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 节目主持人也曾经在中式主持电视节目 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 沈先生 欢迎您 东宁博弈好 严教授好 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 观众请播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 今晚上半场的讨论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一 在出席东盟系列峰会的时候 公开点名台湾 是美国在亚太地区 反伊斯兰国联盟的盟友 伊斯兰国随即发表一支网路宣传影片 向美国以及其盟邦校正 其中标示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旗 也赫然出现在IS的最新宣传影片当中 而且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中华民国国旗的位置 就放在美国国旗的旁边 那么一直渴望获得国际承认的台湾 并没有为此感到高兴 反而担心 是否可能会遭到伊斯兰国 报复性的恐怖攻击 而北京方面也没有像过去一样 制式化的 对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出现 表示抗议 而是由国台办出面 呼吁两岸继续努力 牺手打击恐怖主义 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 严建发言教授 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这段 IS影片当中 出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台湾的各界是如何反应的呢 严教授 台湾各界的反应 就像您刚刚所讲的那样 是其实是比较是恐惧的 当然对我们来讲 因为我们长期被国际社会给孤立 那现在有这种比较不好的东西 反而我们被呈现出来 所以大家也除了惊慌 另外也会有点不平 不平就是说 我们重要的国际参与都没有 但是碰到这种比较伤害性的 我们确实有 但是我想所谓的这个冤有头再有主 我想IS他们最主要还是会针对西方 西方社会或者打压他们这些社会 或国家 台湾并不是 所以我想应该不至于会以台湾来 以台湾来下手的对象 当然就是说安全会有些死角 你越不可能地方 它越有可能逆场一些可能性 那台湾也算整个这个国际社会这个海空很重要的一个联络点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配合国际的这个反恐的这个作为 否则到时候只要有一个死角出现 那整个恐怖攻击的这个问题就会蔓延很严重 所以我想我们也有这样一个责任 只是说我们可能尽可能不要去高调的去讨论这东西 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对于像穆斯林教的朋友在台湾的这个安全 我们要注意 就是说不要有一些歧视的一些问题产生 但是我相信不会的 因为我们台湾对宗教的这个自由尊敬的这个程度还是够的 好的 感谢严谨发教授 我们刚提到了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 他日前在出席吉隆坡东盟系列峰会的时候表示 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那么其中有许多是美国反恐行动的密切伙伴当中就点名了台湾 下面我们先来听听奥巴马他的语言话是怎么说的 好的 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个奥巴马总统谈话 就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沈童沈先生 您分析为什么奥巴马这次要特别在这个提到全球反恐联盟的时候 谈到台湾 因为有人说这个因为他谈到台湾之后 马上这个IS的影片当中就出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是有关联的 你怎么看 是的 这个反恐它是没有灰色空间的 那至于刚刚我同意严教授 为什么国际场合没有台湾的份 但是碰到反恐呢 奥巴马就把你加进去 我想这是因为一个中国的原则了 在国际场合它维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以台湾在国际上它的地位是不够的 但是反恐它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 它可以以地区 所以说台湾那奥巴马提到 所以他提台湾他没有提国民 他提台湾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的感觉上是说台湾担心是应该的 那你担心的时候你应该做什么呢 你就加强自己的警惕 我这次从台湾反美 我就觉得台湾的机场比美国来讲 相对的比较松懈 不必把皮带拿掉 也不必脱鞋等等 那也许你神经绷紧一点 然后每个老百姓呢 台湾的人民自己警觉一下 看到可疑的背包啦 或者可疑人物啦 不妨打个这个电话或者报警 这样子的话呢 说不定因为如此而避免了一场浩劫 也很难说 因为现在恐怖组织 它并不是一定攻击特定的这个国家 或者机关 而且它可能专门找这种软机软乐 就是shopping mall啊 或者学校啊 这种地方 因为那个警备比较不那么森严嘛 相反的 我们美国之音 我看他们大概是不会来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每个人都应该警惕 他把你include进去 把你纳进去 你当然有点不高兴 但是呢 神经绷紧一点 说不定呢 也没事 而且这个几率实在太小了 就你要是遭到恐怖 尤其在台湾 你要遭到恐怖攻击的那个几率 大概就是跟一架飞机 不小心掉你头上的几率 我想是差不多的 不必担心 不过也有人认为说 台湾在反恐行动当中 可能不能置身事外 因为其实都有可能会发生 我刚刚讲了没有灰色空间 不是反恐 就是不反恐 你没有说我中立 没有这一套 感谢沈童先生的分析 继续请教 这个严建华教授的事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 这个北京方面的反应 大家都这个 有很多的关注 因为过去在国际场合 国际场域 如果出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青年百日满地猴 那么北京的反应 肯定是非常这个 很激烈的呀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他 好像并没有出来高调的 这个反对或抗议 那反而是国裁办 我们看到出来了 表示说 呼吁两岸之间加强反恐的合作 你怎么看 北京方面这次对于 IS影片出现 国旗的反应呢 丁教授 是我想他外交部 没有出来是对的 符合他一向的想法 就是说两岸不是国际议题 是属于两岸之间的议题 所以由国台办出来 是表示他的这个立场 那如果说对于国旗 有过多的这个讨论批判 反而会引来更多的问题 尤其这一次我看 欧巴马在谈话的时候 刻意漏掉中国 我想中国也会有所解体 就是说中美的关系 最近实在是一直往谷底之跌 所以我想他也不想再惹个麻烦 那至于两岸部分 两岸因为我们过去有这个 共同打击犯罪 跟司法互助协定 而且行之多年 那彼此双方的警察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 那我想因为我们做对这个反恐 其实不只是IS 只要有任何暴力的 可能犯罪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因为这个生命安全这个东西是普遍性的 我们没有什么对象 只要这个组织或这个个人 对于我们民众的安全或城客安全有影响 我们都要非常注意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全面的 也不完全只是为IS而设的 好的 感谢严教授 那么继续请教这个沈先生的是 你怎么看台湾参与 如果真的参与这个国际反恐的话 它的机会跟调在哪边 我们看到台湾其实反应不一致 也有人认为说 其实台湾不应该加入这个反恐的行列 因为没有能力 也没有这样的必要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能力了 起码做一些人道的援助 或者做一些呼吁 呼吁或者是说 阐明这个IS残暴 我想这个每个国家都有责任的 并不是说你可以置身事外 因为就像我讲的 也许有一架飞机 它从台湾飞至到纽约 它被劫持了 这个也可能 就牵涉到美台之间的 这个都要受害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幸免 你如果认为说 你可以置身事外 我觉得那个也稍微太冷淡了 冷漠了一点 台湾人一向很敦厚了 很仁厚的 我想认为不应该的 应该是少数 如果大部分人都说 我们要积极一点 起码提供一些人道的援助 让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在国际上 有一些能见度 因为而且你所费不多 而且反恐现在几乎是全世界 所有文明国家 一致的行动 你置身事外 你是不是不文明了呢 会不会遭受这种批评 不要因小事大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好的 感谢沈先生 也继续把时间交易 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请教 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那么首先先请教 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就是有外国媒体报导 说我们这一次 就台湾这一次 是得到了一个 不希望得到的国际关注 不过而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大家台湾内部 当然也比较惶恐一点 有人说台湾连续发生了 几次这种捷运的杀人事件 就是自己人做的 都没有办法防治了 也有人受伤害 或怎么样的 那如果说真的像 发生到像巴黎这样子的 分点式的连环式的 这种大攻击的话 有人会质疑这个政府 或者是民众的反应能力 那当然这是很随机性的 也没有办法 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台湾其实也可以 借着这个机会 一方面就宣示 我们加入这个 反恐阵营的决心 也可以更向外界 透露出我们希望 能够加入国际社会的 一种决心 是不是这种 很多人在台湾 刚刚这种事情 刚出来的时候 都抱着一个 蛮负面的看法 是不是可以把它 转成正面的力量 我的建议是这样 就是说不要去谈反恐 但谈安全 因为安全是本来就是一个政府 对它民众或者这些 由外国来的旅客的一种承诺跟保证 所以强调安全 但不一定要去谈反恐的事情 因为这东西很容易去刺激穆斯林 或者IS这些的组织 那安全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台湾一般来讲 我们对安全的概念 太不认真 其实刚刚沈先生所讲 我们同意 就是说我们的海关 真的是松了一点 跟国外我们出去 出国所感受到那种的安全 我们是太松了 那这个不好 这在整个全球的安全体系里面 这会是漏洞 那将来别的国家 对我们的感觉也会不好 同时我觉得我们平常 就要弄安全观念 现在毕竟这是个新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现在目前 其实世界各地 大家都会碰到这种的压力 这个不一定是恐怖组织 很可能是个个人 也许是神经错乱 它可能会造成这样一个伤害 像捷运地铁 这些或者高铁 这些都是很可能被攻击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提高警觉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强调 安全意识跟安全上的这个演练 或者配置 这是很重要的 但我觉得尽量不必再去提 高调去提所谓的加入全球反恐 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把我们 暴露一个没必要的麻烦 是好的 谢谢严建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也想请教沈童先生 就是关于在中国大陆的态度方面 这次也有很多人觉得耐人寻味 因为这个伊斯兰国呢 在之前这个处决了两名日本人治之后呢 这个日本非常的愤怒 那么同时也高调宣布 他们要跟这个美国联合在一起 不管他们是被美国拉进 还是他们自愿 那么后来呢 最近我们发现到这个 我们也看到伊斯兰国 处决了一名这个中国人治 但是中国政府除了这个口头谴责之外 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大的这个行动 加上这一次您刚也提到这个 欧巴马在这个点名的反恐盟友当中 并没有提到中国 也有人觉得说中国他这个不不愿意这个加入这个反恐行列当中 一方面是不希望自己惹火上升上升呢 另外一方面也是这个未来如果他们秉持他们不干涉这个国外这个政治的原则 如果未来台海有事的时候他们也不希望外国势力这个干预 您觉得是这样子的中国政府方面对于恐怖主义的这个因应来讲 是有这些反恐之外的考量吗 您讲的没错我想应该是有的 但这不是所有的理由 这个之所以反恐有的国家比较积极 有的国家不积极 它是有它在政治上的考量 政治上的角力 就像美俄之间是为了阿萨德政权 一个支持阿萨德 一个想阿萨德下台 那至于说这个反恐呢 我觉得这些列强除了中国之外 每个列强都失职 我举一个例子 上个礼拜我看一则新闻就是 美国在一天之内炸了这个ISIS的运游车270多辆 那苏联声称他们炸掉了1000辆 我请问你 那个运游车相当于一个房子这么大 你早干什么了 你为什么在巴黎遭受恐怖攻击之后 你采取这个行动 如果说你们这些列强军力旺盛的 有这种轰炸能力的 你们在IS早期运游每天 他们听说每天赚好几百万美金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早就给它炸了的话 它就不可能壮大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巴黎那些亡魂也是冤死的 这是我的看法 那这些当然牵涉到政治 国际政治的角力 就是说我希望你先做 然后他先攻击你 然后我看笑话 因为毕竟虽然说冷战已经结束了 但是美俄之间 美中之间 日本之间 他们还是有这些所谓的幸灾乐祸 或者说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但是反恐我们要记得 是全世界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我讲那个运游车 今天的这个卫星的科技 你连它的license plate 这些执照都看得清清楚楚 驾驶人的皱纹都看得到 你难道不该早炸它吗 所以我这个问题 我一直没有办法 就是说了解说为什么 那我希望今后大国 现在要醒来了 充分地合作 联合反共 中国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尤其它已经处决了你一个人质 你也没有什么幸灾乐祸的理由 再也没有了 要赶紧地全世界联合起来 把这个伊斯兰国赶快地消灭掉 因为他们是残暴的 不人道的 不合我们人性的 好不好 谢谢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恭喜 好的 那么 还有两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对于这个 反恐活动的一些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 观众请拨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拨 00-801-148-940 好的 我们手机接近张化 姚先生您的电话 张化姚先生您好 我个人的认为 因为两岸之间 他们对反恐的认识 基本上不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 美国总统他不会去教中国 因为像中国 他那个像新疆啊 香港啊 香港啊 香港的港族啊 台族什么什么 全部都灭为所谓反恐 所谓的那个理由 所以基本上 他应该称不上所谓反恐的意义 所以美国总统不会去教 可是提到台湾 我们应该没有那么伟大 所以 我们比较习惯的 我们比较习惯的 跟着脱销水 真的感觉真的很差 我的身份就这样 感谢张化的姚先生 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你好 中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呀 它是不同的国 中共和国的罗元 什么戴旭 环球时报的胡锡进等人认为呀 而这次是彭党 是红色武装 是革命的根据地 是应该同情或理解的 我看中华民国不会 也不敢持这个观点 这里的关键是 普世价值 对普世价值怎么看 中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普世价值 是相同的吗 请问嘉宾 谢谢再见 好的 感谢山东的孔先生来电 台中的姚先生您好 请讲 大家好 我简单地说三点 第一点 全球 好了 姚先生的电话好像断掉了 如果你听到的话 再给我们重新播回来 那我先综合刚才 两位 一位是台湾的 一位是中国大陆的听众 两岸的听众 都提到这个新疆反恐 还有这个中国内部 可能对这个恐怖分子 似乎也有一些同行的声音 您怎么看 沈先生 任何组织都有同行的声音 像今天ISIS 我刚刚那个严教授提到 会伤到穆斯林 我觉得ISIS要晓得是 穆斯林极小的一部分 非常极端 非常激进 而且他们泯灭人性 所以说在这么小的一个团体 这么残暴一个团体 还有同情者 还有人支持的 更何况说僵独 藏独 我想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任何一个团体 它都有一个诉求 这种诉求总会被一部分人认同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至于两岸之间 要说谈反恐的合作 那还早 因为就像以前保调 国台办 海协会 也都希望台湾能够一起保调 但是台湾这方面是采于冷处理 根本就不回应你 那我想这一次 如果国台办再提出来 我们联合反恐 我觉得台湾的反应 也是非常冷淡的 因为现在 尤其在选举期间 这种议题 跟中国合作这种议题 这么敏感 一般都是采取回避的态度 这时候就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好的 感谢沈先生 继续请教严教授 刚才两位听众提到 这个北京的态度 那么北京其实是从 这个巴黎恐攻之后 一直都说 这个西方国家 对于这个恐怖主义 这个反恐 是有一个双重标准的 因为这个也牵涉到 北京它内部有一些 这个僵毒的问题 和过去一些爆恐的事件 你怎么看北京的反应 可能跟考虑到 它内部的一些因素 也有关联呢 丁教授 是 对 我想 他会提这个 所谓的双重标准 就表示 他在某些议题上 可能不一定会跟美国合作 那有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过去长期以来 我们看到美国在 反恐的过程里面 其实北京也常常利用 这个所谓国际反恐 然后打压它内部的这些 包括僵毒也好 或藏毒也好 所以这也其实也引起 很多人权团体 或者一些政治人物 对他们的这个批评 就是说有点是 借着这个反恐 来打压内部的议题 所以也因为这样 所以两岸要做在反恐意义上 合作还蛮困难的 譬如说今天假如有一个 这个跟西藏或新疆 有关的人士要来台湾 那这个如果被他定义成 这个所谓的僵毒或恐怖主义 那我们又如何来定义 所以这里面就会出很多的困难 更何况我看北京 大概也不希望把台湾 拉到国际的这个层次来交流 所以我看这一条路 应该不大容易走 导致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 踏踏实实的把两岸的这种 有关打击 共同打击犯罪 或者司法互助这个 能做得好 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顺着这个严教授刚刚谈 就继续请教沈先生 事实上也是从这一次 我们看到IS影片当中 有了这个中华民国国旗 国台办的反应之后 我们才很多人开始注意到 事实上两岸之间 进行所谓的共同打击犯罪的活动 包括反恐这样的一个合作 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日了 即便说这个国台办说 借起机会呢 可以再把它再升级 更具体的列入加强反恐的项目 那么想要谈的是 刚才严教授也提到了说 其实应该是加强 目前打击犯罪的这个层次 那反恐可能还有一段距离 毕竟两边对于这个 一些标准可能还不太一致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评论 我想严教授跟您的解释都没有错 这个打击犯罪是因为两岸 它有条例在 但是反恐是比较国际性的 那国台办它单独点名台湾 说我们联合反恐 它的意思还是把你区域化了 那区域化呢 那当然台湾 台湾说如果说你把我提升到 国际地位 那我们就参与吧 如果区域化呢 那就省了 因为反恐是一直都在做 但是就像严教授讲的 台湾是非常非常低调的 几乎不提这两个字 就是为了担心 因为台湾太狭小了 地狭人仇 如果有任何恐怖攻击的话 我想它受到的伤害 比其他像加拿大这种 地广人系的地方要更大 所以这种担心是难免的 那我觉得台湾持这种态度 以及国台办 他们邀请都是正常的 只是说他们也大概料到 你大概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应 但是提我们还是要提的 表示说两岸一家亲 这柯文哲说的 两岸一家亲 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合作 所以这就是双方的态度了 我觉得很正常 那反应呢 也是在意料之中 好的 感谢陈先生 我们刚刚台中谣先生 给我们打回来了 台中谣先生 请讲 我简单的倒是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全球啊 东英链之中 环恐啊 也是会全球化 自己啊 不能自免以外啊 第二个 中华文化在台湾生根啊 他讲的是王道啊 然后台湾实行 自由民主 然后繁荣的一个 世界的东英链 他很重要的地位 然后加强对啊 应该对穆斯林的研究 和可兰金啊 以及啊 那个就是回家世界的一种啊 这个研究发展 第三个是 其余王道啊 我们没有必要啊 要专门提这个 环恐两个字 我们应该 以啊 这个后勤资源 就是双方作战的时候啊 受伤的人 我们可以去救助 然后做 主要的一个主题 好的 然后减少啊 对这个环恐的啊 这种刺激 谢谢 感谢台中谣先生 北京的苏先生您好 请讲 大家好 73年 第一次 这个 ISIS太邪恶了 超级邪恶 有能力的国家 一起出兵 镇压它 如果他们被镇压之后 五年 如果不出兵 镇压的国家 它如何 能够证明 它是国家的软实力呢 我的意思是说 中国是否 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作为 联合国 五大 成 理事国 谢谢 好的 北京苏先生提到这个 参与这个反恐 提高人道援助 也是一种软实力的展现 稍后请两位来宾 综合回应 再接两位 台北的谢先生 您好 请讲 喂 请说 谢谢 我想请问 那个反恐会有哪些困难 哪些原因会造成反恐活动的温床 如果台湾法院判死刑的话 要三审定院 那如果要处决IS的话 国际间就是要协调布料一致 那更为谨慎的那个 军事行动 事前有那个协议 然后IS不能容忍的 是有哪些行为 好 谢谢 好的 感谢台北的谢先生来电 吉林的李先生您好 请说 吉林李先生请讲 我觉得绿营的李先生 应该感谢这个伊斯兰国 因为他承认了台湾的 台湾的国企 所谓的东华民国 这个标志和国企 好的 李先生的电话到这边结束 那我们再接两位台湾的台北的黄先生 您好 请说 两岸核切蛮恐非常好 但是两岸核切 维护南海的主权 更好 如果能够核着南海的主权 那么台湾就可以得到 很多保护 因为出去的南海的主权 台湾是很危险的 不管是说 那是说台湾要独立的 根本就不要想 人自己要和下去 就很困难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台北黄先生 关注南中国的海的议题 请关注我们下一期的海峡论坛 那么新北市的黄先生 下一位 黄先生您好 请说 主持人好 来宾好 你好 勇敢的台湾人 什么都不怕 所以美国总统欧巴马 点名台湾成为反恐的战略伙伴 那IS也很抬举台湾 把中华民国国旗 摆在美国的国旗旁边 就是等于是指定台湾 变成恐攻的重点了 所以跨年晚会的时候 大家神经要大调一点 好的 小心啊 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来电 那么请两位来宾 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先请在华盛顿的沈先生 反恐就像很多 打电话来的听众 他们的感觉上是一样 就是全世界所有地区 跟国家的责任 那至于要不要担心被恐攻 我觉得神经绷紧一点 但是不要说日子过不下去了 起人忧天 因为发生在你身上的逃不掉 就说你出车祸的几率 出车祸丧生的几率 要比你恐怖攻击而丧生的几率 要大得多得多 所以这个真的是 没什么好担心的 就是大家要多谨慎 多警惕自己 看到可疑的背包人物 赶快报警 这个就是 其实呢 就像刚刚大家讲的 在国内的恐怖分子 也可能做同样的事情 说不定你阻止的是 国内的恐怖攻击 也很难讲 好的 严教授 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 是 这个一个优质的社会 不只是说生活条件 物质条件好 最重要还是安全感 所以我想安全 就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 那我倒不觉得说 我们的国旗被放在这个世界 这个媒体上就多光荣 我觉得这不是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 应该美国也看到 台湾的重要价值 因为台湾是在东北亚 跟东内亚之间的一个联系点 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我们也不必去过度 夸大说我们可能会怎么样 或我们的角色 但就是说我们就是 老老实实的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刚刚讲的 安全是一个 社会品质最高的一个保证 所以我想 这个是政府的一个 很重要责任 当然民众也应该 有些警惕来配合 好的 感谢严教授 那么有关于两岸 合作反恐的讨论 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 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 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 解放的军事是否真的如传言所说 打算收购台湾的东森电视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凡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峡论坛 好的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 美国DMG娱乐集团总裁 敏词Dan Mint 日前宣布要出资6亿美元 以个人的名义 收购台湾的东森电视 那么由于DMG母公司的股东 有解放军的背景 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台湾的经济部表示 将会从严进行审查 与此同时 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长马云 也传出正在洽谈 要买下香港的南华早报的股权 那么北京的大外宣 大外宣遍布全球各地 是否正展开新一轮的初级 台湾2016总统大选在即 红色媒体 是否打算进一步渗透台湾的媒体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沈先生 怎么看外界对于这个红色资本 渗透台湾媒体这样的一个质疑呢 这就是那种孔中的病犯 我觉得外资它任何一个外资 如果有中国的背景 我想台湾人的疑虑是应该的 应该的 因为毕竟两岸的关系是很复杂 而且几乎中国大陆 没有放弃统一台湾 我想他们神经绷紧是应该的 但是一切按照法律来进行 法令 如果今天我们的法令允许它购买 那你就没有什么理由不让它买 如果法律上有这个制定 你就依法而行 但是据我看 如果这种事情曝光了之后 在目前的氛围 我想它购买就很难了 但是我要讲一点 就是说台湾的老百姓 其实他们对这个媒体 它其实自主性是非常高的 我因为弄一个红袖柱后院会 我都感觉上 非常关心台湾政论节目 在我观察结果 台湾那个时候有24家评论 这个政治评论节目 是攻击国民党跟国民党候选人的 只有两三家是蓝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你捧政府是没有收视率的 你要知道台湾的媒体到目前 只有联合报一家 是真正的暴人在办报 其他所有的媒体大大小小 几乎都是商人 商人讲什么就是利润 我想他其实搜购了东森 如果台湾老百姓喜欢什么 他就为你什么 你喜欢看罵国民党的节目 我就为你这个节目 所以倒不必太担心 我觉得不必太担心 中共如果说要靠媒体来控制台湾 我想稍微绕一个远路 如果说你要任何的威胁 比如政经方面 它的筹码太多了 我不愿意一一举例了 所以我说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 尽量跟中国维持一个和平发展的道路 没有必要去跟他 我们北方发展 跟他拼命叫板 那是不明智的 这也是 但是我觉得台湾老百姓是敦厚的 常常是因为政治人物 为了选票 耸动 让他们有这种恐中仇中的情绪 好的 那么台北的严教授 您怎么看呢 同样一个案子 就是东森电视 可能他的买家背后有解放军的背景 是不是中共伸透台湾媒体的情况更加严重 还是像沈先生说只是一种恐中的情绪呢 您的看法 这一点上我跟沈先生比较有点不一样的是 我的界定不是恐中或者反中 而是防中 因为毕竟北京到现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放弃对台湾动武 而且北京一直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最后要达成这个统一的这样的历史使命 所以这一种的政策立场没有改变 你不能让说台湾人都一点都不担心 更何况香港也这个例子 更何况还有我们台湾也有某一家媒体 也是这个旺旺收购的 那你可以去检视一下过去旺旺购买钱跟购买后 他这个对这个两岸的这个言论 你可发现非常往北京倾斜 甚至我们有一些认识人也都清楚 他们就提到说很多的这个点子 都是上面直接交代要写的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说空穴来风 而且我们在讲媒体第四权 第四权就表示他拥有很大的这个权利 所以这时候刚开始他可能是一个商业行为 但是他转成政治目的的时候 你就防不胜防 虽然说我们有很多的 包括call in节目也好 或很多网站的这些网民的意见 可是毕竟一旦这个系统进来以后 你无法去 你必须要尊重他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所谓的法律等于在掩护 掩护他 那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有伤害的 尤其如果说到时候他做大以后 我们的言论多元言论就会被紧缩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好所以想这些的这些的这个意见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幸好我们现在还有这些的民间的反应 否则你如果全部都照法令来 那公务员可能就照这个依法来办事 依法办事 但是安全谁来顾呢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对于生活在这个岛上 会特别的关心 会特别的谨慎 好的那么沈先生要不要回应一下 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案子目前曝光之后 因为台湾的舆论反应很激烈 可能没有办法通过这个 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还有经济部的审查 是不是接下来这个案子可能不会有什么下 我的感觉上是类似到选举期间 一接触到有所谓中资的问题 一般呢要通过很难 因为即使法令说允许你做 但是法令可以改的 就像朱立伦他红秀珠出来 他也可以改他的党账把你换掉 道理一样 台湾有些人他还是处于一个人质的观念 虽然你说很民主 但是碰到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时候 或者遇到选票的问题的时候 我想法令可以改 或者可以做另外一种解释 至于到底买不买得成 我不敢说一定买不成了 但是我觉得几率不大 但是至于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孔中 我觉得是真的是 因为就是说解放 就是好像说买了解放军就来了那种 感觉炒作成那种程度 那实在是没有必要的 你觉得解放军需要来吗 如果说今天说封锁台湾海峡 或者根本观光客一个都不来 然后一连串的断交潮 你能做什么呢 或者说通令各国使馆 72小时撤调 你说台湾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惊恐的状态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在没有筹码的时候 筹码很少的时候 真的真的是要合中 不要把这种事情 无限上纲的扩大 这才是明智的做法 好的 那么严教授 另外我们要把东森这个案子 跟另外一个案子连在一起看 那就是阿里巴巴集团的 这个总裁马云 据说已经在洽谈 要收购香港的南华早报 如果这个DMG集团 收购东森跟这个新的案子 阿里巴巴集团 可能收购南华早报 连在一起看的话 这是不是这个北京 一整个这个所谓大外宣 或是海外的统战 又在进行新一波的初期了呢 您的观察是什么 是 很多人就是担心这个 但我想阿里巴巴 它最主要的出发点 应该是先从商业 商业开始 那南华早报 它是国际的报纸 它有国际网络 所以摆下了这个媒体 它有很多可以利用 尤其马云的这个商业头脑非常好 那如果东森再买下来 那这个是整个 这个他的这个王国扩张了 但因为马云跟北京关系非常好 像这一次我们看到 习近平防美也好 或防英也好 他都跟着去 所以他等于就是说 其实也是红顶商人 那将来如果中共想借由 他的这个手或他的网络 然后参一点政治因素进来 我相信这也是非常可能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必须要去防范的 因为台湾真的很小 而且台湾最担心就是来自北京 所以不管你说他恐中也好 反中也好或各种词汇 对台湾来讲我们要的就是个安全 我想这样的安全其实最基本的要求 因为它是防御 它不是攻击 这无关乎两岸的核 核不核的问题 就是说你保护 就像你在保护你的家小 你不可能说把你 你家里门都不关 然后你说为了跟邻居友好 你把门打开 不可能嘛 你门关起来上锁 不代表你对邻居的一种敌意 所以我想就像这个西方人 有在讲一个话 就是说邻居跟邻居之间 有篱笆才会长久 那一样的 我们跟中国要保持和谐关系 反而应该要大家有所防范 这样才能够关系能够绵延不绝 好的 感谢严教授 时间再为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首先继续想请教严建帕教授 就是在先前这个中共 在这个胡锦涛掌政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这个对台宣传要入岛 入脑 入心 可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太阳花事件 显然给中共一个很大的思考 但是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太阳花 有其他意见 有人说就是因为有一些媒体太过轻重 然后导致台湾的反感 另外有人会觉得说 就是因为大陆对于台湾宣传不够 所以要加强宣传 那究竟要怎么来看 这个到底对台湾加大宣传力度 或者是这个入党入党入兴 有没有用 有没有做 有没有效 那另外也想请教您 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担心 大陆的媒体的话 事实上大陆有一个中评社 大家都知道 它也有在台湾有招募记者 有注点 有采访什么都有的 那这个样 他们也已经事实上在经营媒体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要对东森这个案子 会如此的注意呢 是 也就是就像我们看到中评社 当然我们不方便太多批评 因为毕竟里面有一些朋友在 可是你可以有空 大家去把中评社过去这几年 在上面学者表达的意见 你会发现很多 比如说他会有所选取 比如说可以接受他论典的 或者他论典会经过某种改写 改写 那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舆论的方向 同时他招募这个记者 记者为了要在他这边生存 也不可能说在很多立场上不听从他的 所以他这个影响是一点一滴 是慢慢的 一加就这样你想一想如果十加一百加 那到时候整个舆论就是他的 他就控制了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香港的这个例子 看得很清楚 我觉得这个掌控这个地势权 其实是一个最廉价的一个方式 他除了还有可以经营商业利益 同时还可以做思想的控制 还有言论这个发言权的这个控制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对台湾来讲 绝对不能等闲适值 是好的 谢谢严谨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要请教这个沈童先生 关于这个中资的企业来台湾这个收购的这个消息 除了这个DMG集团想要买这个媒体之外呢 先前在台湾也这个传出一个很让大家关注的消息 就是这个中国的清华紫光集团呢 有意义 它是一个科技集团 但它想买下台湾的联发科 只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呢 在台湾就相当的紧张啊 那么也 但是这也让我们想到就是说 大陆可能有一个思维就是说 今天我不打你 但我买下你总可以吧 很多人从以前这个大陆的经济 这个开始成长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啊 所以才会对中资有可能入台相当的反感 那么另外呢 也有很多人批评就是说 不管任何的企业 它这个多么的看起来民营化 就是大陆的企业 它看起来多么的民营化 背后还是脱不了这个国 这个国家资本的掌控 比方说有人觉得这个清华紫光 或者是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DMG 其实背后都有这个中资官方资本的操纵 所以才会对于中资这么样的提防 不知道这样的看法 买下台湾或者是任何的企业 想要买中资 想要买台湾的企业 出发点都不单纯 不知道您怎么评论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担心是应该的 或者警惕是应该的 但是一切应该按照法令形式 因为台湾并既是一个讲法的国家 法令说它不能买就不能买 法令说它能买的话 你另外修法 你也可以修法不让它买 但是如果在一种民粹的氛围之下 做这种类似的呼吁或者鼓舞 我觉得那个倒是令人质疑的 至于刚刚言教授讲到旺旺中石的合并 旺旺中石合并在先 太阳花才出来 然后才有九合一的大败 甚至现在总统的选举 国民党几乎是非常的衰败 所以说旺旺中石合并 到底给台湾带来什么 台湾老百姓真的受到旺旺中石合并 有任何影响吗 一点都看不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像那个年代它合并一电视 就轻轻松通过了 因为它是比较偏绿的 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 我觉得过多的担心 我指的是过多的担心 或者过多的宣传反对 那是没有必要的 那只是引起两岸之间更大的猜忌 对于和平发展是不利的 对台湾真正最后的安全 也是极端不利的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东尼 好的 我们来立刻接电话 高雄的刘先生您好 请讲 关于那个东森这个问题 他只要为何法 你管他什么背景 他不是现役的吗 那蔡英文不是搞台独的吗 那他的家族那个海霸王 不是也搞在大陆做那个食品生意吗 对不对 那你这个太平洋这个自由时报 天天搞台独 天天支持那个民进党 那你林荣山在大陆 不是搞房地产 搞好多事业吗 所以说不要什么事情 都逢东非凡啊 笑死人啊 你蔡英文不是家族都在那搞吗 那人家也没有什么 没有反对 没有什么东西啊 那他比较合法 有什么关系呢 那背景 那背景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吗 对不对 你这样搞国际笑话嘛 好的 谢谢高雄的刘先生 谢谢您的来电 山东的彭先生您好 请说 山东彭先生 主持人好 我非常赞 我听你了 我非常赞 刚才高雄的这位刘先生的观点 他的思想啊 很高一筹 你不要逢东就反了 原来我已说过啊 你台湾 就是要人同一个中国 我已赞成民主 那么你靠台独要分出去 你们的有些观点 我很不赞成 那么你双方坐下来谈嘛 中华民族 包括你主持人 你是中华民族的 野荒子孙的 至于说 中共是不是走向民主以后 原来早这样都说过 某些城市翻了一档嘛 早这样准数据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有台湾一个奖励在中华民族 对于邓小民族 我是反共的 你要邓小民族对他说 反共不要进来 好的 感谢山东的洪先生 我们接下来这下节目的时间有限了 接下来还有一些很多的听众观众 尽量稍微简短一些 四川的王先生您好 请说 这个呀 我觉得这个台湾动生电 都才要被这个大陆收购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保持这个警惕 一定不能让他进来 不能和这个中国大陆和这个共产党走得太近 当初国民党为什么丢了大陆呢 那不就是因为和共产党走得太近吗 你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 对不对 你第一次国共合作 你这个让共产党壮大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呢 你丢了大陆 跑到台湾来了 它是一种渗透啊 就跟那个福贸协议一样 对不对 他才会要保持警惕 不能让他进来 感谢四川的王先生 台北黄先生您好 请说 台湾的媒体 尤其是都有限战事 如果不是兰德或是立的 上面的客人部队 你觉得打不下 打不经济 他觉得不给你客人 所以说 外来人来投资那个媒体 不是不好 很好 但是不要太多太烂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黄先生 山东的奏先生 您好 请讲 你好 这件事我有一种感觉 好像中共绕过了福贸协议 直接就开始插手 控制台湾的传媒 中共控制传媒这个手段 它绝对不是为了经济这个利益 而是为了一个政治的服务 为今后两岸事务当中 可以为中共宣传 做一些有助于中共的这方面的宣传 然后我想提醒台湾人 不要以为今天台湾是民主的社会 就不会突发成以前那种专制社会 想一想一战之后的德国 希特勒的上台也是 完完全全是符合法律的 但是他最后上台之后 他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关闭这个舆论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能够 有今天的民主社会很不容易 所以台湾人一定要 为了保持现在的民主社会 一定要提高警惕 好 谢谢 好的 感谢山东的周先生 刚才海峡兰的听众观众 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认为说 传说这个解放军要收买东森 是这种恐中的情绪发作 有人认为说 其实应该台湾要保持谨慎 那我想先沿着刚才山东周先生 最后一个讲说 这个好像是北京绕过了这个服帽 直接向台湾的媒体下手 请教台北的严教授 事实上如果我们还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服帽协议当中 是包括出版业的 那的确服帽一直搁置到现在 在太阳滑运动之后 也的确是这样子 您怎么看 就刚刚周先生的一个评论 还有加一个问题 做一个总结好了 台湾现在马上要总统大选了 中共是不是正在思考 各种不同的方式 包括伸透媒体这样的一种管道 来企图发挥影响力呢 您的看法 是 我也同意 刚刚山东周先生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这也给我们 一个警惕 因为实际上 现在北京方面很担心 明年整个台湾会更绿化 所以他现在就会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我想刚刚山东的 洪先生也讲 讲的似乎很轻松 那我是觉得这样子 如果这样的话 北京是不是要开放 这个媒体给自由世界进去 包括美国 欧洲 日本 或者世界各地 如果愿意这样 我相信台湾也没有理由再去禁止 中资来台湾 我觉得全部都摊开来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现在对外面的媒体 或者出版进得那么严 但是他又想来台湾 而且他基本上觉得 中国他没有一个自由言论的市场 他没有一个平衡机制 所以我们无法去 很清楚地去认识说 北京到底你的意图是什么 而我们相信他的意图 应该是比较负面的 所以台湾这一种的警惕 我认为他绝对不是民粹 他是基于对共产党长期的认识 得到了一个感受 像我们台湾 你看我们对美国 或者日本 或其他国家来的媒体 甚至半岛过来 我们都没有这种戒心 那为什么会对北京有这个戒心 我觉得这是长期经验累积的 好的 谢谢严教授 沈童教授 一分钟我们做总结 好的 这个 至于这个中资来台 我想台湾的警惕是应该的 但是我觉得也不要过度地 把它无限地上纲 造成一种恐中的情绪 另外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中资进来 或者中国的媒体进来 就会影响到台湾的民意 我觉得那是非常小的 我不否认 它的主要的意思 是想要影响你的民意 但是目前为止 我看到的全都是失败的例子 所以不必太担心 因为台湾它最主要是因为 这个克刚 是一种台独化跟黄鸣化的克刚 这个小孩子从小到大上来的时候 他看到的其实就是 已经是一种反中跟恐中的情绪在了 这也是太阳花 以及今天年轻人之所以 一面倒的只是蔡英文最主要的原因 这当然是马英九的不对了 他自己该改克刚的时候没改 好的 谢谢沈先生 博弈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 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尤其要感谢 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 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博弈 还有严建发教授 也要感谢沈童先生 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 谢谢 那么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的积极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 是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今天来不及参与 我们想讨论听众和观众朋友呢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 并留言评论 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查询相关的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 广播 网路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 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继全球瞩目的喜马会在新加坡举行之后 台湾总统马英九似乎现在又准备有大动作了 台湾方面传出 马英九即将在下个月视察太平岛 宣示主权 那么美中台三方 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的角力 是否将出现微妙的变化 您锁定 美国之音VOA卫视 每个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 MING PAO CANADA ST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